没跑 这里是哪里啊 哎呀怎么办啊 追来了 没跑 大哥啊大哥 救命啊大哥 你干嘛啦 哎呀 我被 眼发子 追啊 哎呀 到底怎么情况啊 哎呀 我其实是隔壁村的 我被隔壁那个 大酒把我骗到深山野林 把我卖给现在的老公 他要我替他伤孩子 如果我不听中他的 他就天天打我 天天死而忙我 我现在趁他出去买东西 我好不容易容易逃出来了 谁知道他还在后面追我呢 大哥 帮帮我吧 哎 这样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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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越来越近了 哎不如这样吧 你先躲到里面先 我引开了 来躲住 我往里面 我帮你引开的啊 别跑 我帮你引开的 你别出来哦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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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哥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干嘛大爷 有没有看到一个大度佛 从这里经过啊 大度佛 是啊哎呀 那个肚子这么大了 是啊 而且还被绑住的啊 是啊 我老婆啊 你老婆啊 是啊 哎呀那他怎么跑了呢 真的是的 哎呀 我一看就他跑出来了 这样子啊 那你赶紧追吧 他往里面跑了 里面啊 对对对里面里面 多谢你啊 你快点注意啊 等一下他跑远了 快点啊 哎出来 出来啊 哎呀 大哥谢谢你啊 哎呀 没事没事 哎呀 他已经跑到里面去了 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个啊 他把我绑得那么紧 哎呀 哎呀 怎么那么紧啊 哎呀 我等一下等一下 用你啊 我咬呀 啊 可以可以 哎呀 谢谢你啊大哥 哎呀幸好遇到你了 要不愿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呀那你 接下来打算去哪里啊 我都没有地方去了 我家里面又没有人了 而且我现在肚子要饿 还挺着个大肚子 哎呀 真的不容易啊 那不如这样吧 哎 往前面再走一段路 就是我家了 是吧 你先去我家了 先吃点东西先 然后再做打算吧 替你家方便吗 没事的 没事的 好吧 也对 来来来来 等一下来 走走走走走 过了这里就到我家了 来走走走 哎呀哎呀 我肚子好痛啊 肚子痛 哎呀该不会 这个时候要伤了吧 哎呀不会吧 怎么办呢 哎呀哎呀 哎呀好像羊水都破了 哎呀 羊水都破了怎么办呢 大哥 这钱不找电 船后不找电呢 哎呀怎么 这个时候我们还急着投命呢 哎呀好痛啊 哎呀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顶得住吗 还有一段路 就到我家了 找不动了 找不动了 哎呀 哎呀真的找不动了 刚好这里有个房子 来走我们去看一下 有望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来来 有人在家吗 哎呀没有人 我其实没人 你你你先进去吧 来来 哎呀哈哈 哎呀小静点啊 哎呀真的是的 哎呀好痛啊 怎么办啊 哎呀好痛啊 哎呀 哦 我打电话给妇女主要 哎妇女主要见到死管 她有办法 喂 这小静妇女主要吗 你快点来我家一趟 哎呀 我我家差不多到我家的那里 啊这里有个破房子的 你来我家的话 肯定会经过这里的 我在路边等你 有急事啊 你你你快点过来啊 妇女主要快点啊 好好好 哎呀好痛啊 你你等一下没有 要来了没有啊 等一下我妇女主要就来了 好痛啊 哎不要着急 哎哎哎哎 哎哎 小姐怎么事啊 哎妇女主要了 你看 刚我救了 一个大豆婆 她里面话要伤了 羊水破了 你怎么办呢 你那送去医院啊 那这里送医院几十公里啊 你说送就送啊 而且话要伤了 羊水都破了 怎么办 妇女主要你见到死管 你帮她接伤吧 哎呀可是我是个妇女主要呢 但是我也没接个伤啊 我不懂这些啊 但你妇女主要呢 但你见到死管啊是吧 你管了那么多妇女 难道你不懂吗 哎呀好痛啊 你看 有的也是 有命关天啊 那我就试一下吧 对 你起码你也见过人家生孩子 见过不少吧 哎 见过 见过多少少少有点经验 那你先进去吧 哎呀 有命关天啊 我来了 哎呀好痛啊 哎呀 哎呀 哎 用力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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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的是女人生孩子 真的是像杀猪一样的声音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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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急死人了 快点用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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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生了个儿子 母子平安 哎呀 祭祭你啊 父女主要 哎呀 有惊无险 来来 来 来你抱着小孩 我来抱着 我的孩子 我想抱抱我的孩子 来来来 抱一下 来来来 哎呀 你看 總之是母子平安啊 还有我们父女子样 你看 我都说了 你见到人家生孩子 又是父女子样 见到使馆 肯定是可以的 多谢你们了 幸好你们救了我 要不愿的话 我真的是要一死两命了 没事没事 来 父女子样 来这些 你收下吧 哎呀 那好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女人啊 生了小孩啊 身体啊 特别失脱 你啊 回去啊 搞个老母鸡 包汤给他补补 那谢谢你啊 那有事我先找了 好的好的 谢谢啊 哎呀 多谢你啊 大哥 幸好遇到了你啊 我也没想到这个孩子 这么快就要出生了 哎呀 刚刚那父女女 就是说你现在很巨大 我帮你抱小孩吧 我看你哎 看着这样啊 去我家啊 搞个老母鸡啊 包点汤 补补身体 好吧 来来我扶你了 小心点啊 来来往前找一顿就到我家了 来来来 哎呀 小爷家也住了一段时间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住上去了 哎呀 这段时间了 幸好有他的照顾 哎 小燕 你又去哪里啊 我看你怎么好像又打算又走的意思啊 对啊 我在这里住了这么长 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住上去了 毕竟啊 你还是个单身的 我再住上去的话 等一下街坊邻居遮遮点点的 是吧 到时候你怎么娶老婆啊 怎么说这种话呢 都你看都住了这么久了 是吧 都习惯了 而且真的 如果你又走 是吧 我我还不习惯了 是吧 而且你看 我们相处这段时间 有说有笑的 是吧 也过了生活过得挺好 而且你看你带着孩子 你能去哪里啊 找一步算一步啊 总不能一直住在你家吧 找一步算一步 你带着小孩 是吧 一点都不方便 你还不如最近住在这里 到时候我还可以帮你带带小孩 看看你的小孩呢 一笔帮你分担一下 而且你自己看 你看这段时间 我对你们母子俩还算可以吧 挺好的 这事实上除了我老爸老妈 就就只要你是对我真心真意的待我们了 还有啊 还四号我坐月子 还每天杀鸡给我补身体 还把我的儿子素如脊椎一样的来看待 我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 但是我就不想耽误了你的 你的终身大事啊 你说什么话呢 其实我都不打算结婚的 说真的就这样说吧 是我们商与这么多时间 我都把你当成自己的老婆了 还有这个孩子 我也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你看 当时我看着他出伤的 要到现在长大 是吧 而且你就不要找了吧 所以说说真的 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你了 所以已经心里模样了 你就是我的老婆了 所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我怕我配不上你啊 而且啊 这个儿子还不是你亲生的 像我这种 我真的配不上你 哎呀 小燕 其实我不嫌弃的 这真的 我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了 你看 我没打过 没骂过他 客户有家吧 这段时间 是吧 所以说你就不要再走了 你走了 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 你走了到村里面的人更说我了 还以为说 哎呀 我老婆抱着孩子 跑了呢 其实村里面的人 都已经摸摸我们俩了 就以为你是我老婆 这个就是我们的儿子了 你真的愿意接纳我还有这个孩子 对 我一点都不嫌弃跟你在一起啊 我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家一样 很温馨 而且你看 我也这段时间我也很努力 一直出去外面工作 是不是 就为了赚起啊 奶粉钱给孩子买奶粉啊 是不是 既然你有情 我也有意 其实 不瞒你说 从你那天救我 救你的那一刻 我就喜欢上你了 只是不敢说出来 既然你都不嫌弃 那我愿意留下来 真的 真的 那行 那以后再也不能说要走了 去哪里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是我们的美好的归宿 以后我在家相扶轿子 你就安心的出去工作了 那行 那真的 谢谢你愿意给我照顾你的机会啊 小燕 我也谢谢你愿意接纳我的一切 那我们我回去做饭了 以后我们一起经营这个家 来来来来来 你们以后妈妈叫什么 啊 快走 啊 哎呀 少了一个 妈妈快进去 快点快来 快点来 妈妈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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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外人 可以走快 过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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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老爸 大事不好了 快点出来啊 怎么回事啊 你还在晃 哎 刚刚你不是跟老妈跟弟弟出去赶紧买东西吗 是啊 我们遇到坏人了 有一个女的把妈妈给捂晕了 她还想捂我呢 以后我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把弟弟抓走了 弟弟被抓走了 是啊 那你干嘛不拦截出坏人了 我拦不住啊 还想抓我就跑了 哎呀 在哪里啊 三岔路口那里啊 那现在妈妈呢 不知道啊 有没有有没有被抓走 我不知道 还有三岔路口是吧 那赶紧带我去啊 哎 妈 妈 老婆 老婆 我怎么在这里 哎 两个弟弟呢 刚刚女儿说 两个弟弟被坏人抓走了 哎呀 你怎么干的啊 真的是两个 两个弟弟你都看不好啊 不是的 什么不是的 确实是你看 两个弟弟被人抓走了 你干嘛不直接 上去跟坏人打呢 起码要把弟弟保护一下啊 那你也不会叫妈妈啊 醒醒醒醒啊 你自己一个人跑回家 告诉我 有什么用啊 现在弟弟都不见了 先听我说啊 太紧急了 那个坏蛋呢 还想捂我 然后我就趁机逃跑了 想回去告诉爸爸来救我们 谁知道弟弟被人抓走了 真的是我生一块叉烧好个生理 真的是啊 你真是 要你要什么用啊 现在怎么办呢老公 哎呀真的是 坏人怎么不抓你呢 就家两个弟弟啊 哎真的是的 哎呀 如果弟弟找不回来啊 你也别想回这个家了 哎呀打电话先 快点快点 哎呀打电话给保安 喂 保安啊 你你现在啊 马上拦截住 哎什么样的车啊 白色的小车 一个女的啊 白的车 是一个女的是吧 好行 一定要拦截住啊 好行行 记住啊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羊 我儿子在里面 两个儿子啊 记住啊 我的两个儿子的安全 就靠你了 保安记住了 赶紧走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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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停车停车 哎呀你这个保安干什么啊 我们从不见了两个小孩 不见了小孩关我们什么事啊 所以说啊 凡是经过这里的车辆 都必须要下车接着检查 哎呀大哥 我们这个是接轻的啊 是啊 接轻的也不行 都要检查 叫全部人下车 没人了就我们两个 就你们两个啊 对啊 我们急着去接轻了 快车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哎呀我们掉队了 刚刚装好花车 现在急着过去 本来就掉队了 你还拦在这里 等下更加耽误时间啊 是啊 掉队了 哎 你剪吧剪吧 就是剪就剪 快点啊 快点不要耽误我们时间啊 哎 怎么有两个小孩在里面 哎 也说你这个人 肯定是没结婚过 没结婚的人 那两个小孩用来滚发床的啊 花童啊 你没听说过这个习俗啊 人家滚了滚了那个婚床啊 早上贵子懂啊 那怎么晕晕欲睡的样子啊 你不看看现在什么天气 你真的是啊 大又甜了 卡又空了在上面 好睡觉啊 你现在还耽误得要更加 哎呀真是 不行 我要等我们村长来了再说 哎呀 那等下你耽误我们去结婚 人家那边怪罪我们 你负责得起吗 哎呀 帅哥啊 你是不是没有结婚了 没有结婚了 没结婚了 没结婚了 那你看我们两个怎么样 我们也是单身 是啊 也是单身啊 哎呀 姐夫 我叫你女朋友怎么样 我也可以 随便你挑一个吧 哎呀 那行 先夹个联系方式 哎呀 今晚今晚我们约 手机我都拿来了 来来来 小莫莫好漂亮啊 那肯定的吧 你的呢 我的啊 哦 来来来 哎呦小晋晋 哎呀都行 今晚我们约啊 到时候我们 练娜练娜 到时候哪个儿子 哪个就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啊 哎好 那当你的 现在可以放我们过去了 就是嘛 可以可以 都是女朋友了 我们不可以 爱你哦 哎呀 哎呀 慢点啊 哎呀 哎呀 想不到值班来 撞个女朋友回来 哎呀 拜拜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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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撞大了 啊 走啊 看看 看看我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哎呀 你还真的是的 怎么还走呢 还走的 慢 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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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弟弟都找不回来 怎么办啊 刚刚我女儿说 我两个儿子被换人抓走了 一辆白色的车 你看他有车经过吗 有啊 白色的 那白色那就对了 那你干嘛不联织住 哥 有没有检查车量 对什么对 检查过了 人家是花车 人家赶着去结婚 那两个是花筒 滚装大用的 那你看清两个小孩的面目没有 真的是要 没看清楚 你看 我两个儿子就是被他迷晕了 跟我老婆也是被迷晕了 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啊 你知道吗 迷晕了 是啊 而且他们有多少车出去啊 就一辆 一辆车啊 我还告诉你 他们说 是我女朋友了 两个都跟我约 哎呀 原来不止一个女的 是两个啊 你看你 我就看到一个啊 你看 成就不实 败是有余啊 你这种女儿真的是 哎呀 怎么办啊 两个儿子 怎么办啊 老公 那么说我真的刚刚放他们走了 那个是原贩子啊 是啊 你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能提供一下啊 加了个联系方式 加了联系方式 啊 我是发信息给他看看 哎呀 还捡个女朋友 发不出去啊 他把我删掉了 两个都是 哎呀 你还加两个 人家用了美人计啊 你中计了 你这宝啊 想老婆想疯了 啊 我哪知道他们那么狡猾啊 哎呀 真的是了 出去有多久了啊 大概十多分钟这样 十多分钟 应该我们村啊 这条路这么长 他肯定跑不远 哎 我开摩托车 你们赛方后面追 哎好 快点去追 快点去追 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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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 就是他们两个 不是我们 你干什么 看错了 我去车上看好儿子 我们都答应叫你女朋友了 你干嘛还这样子啊 你们有个屁啊 那个 那联系网是怎么假的 现在发信息都发不出去了 没有 网络差事啊 你网络差 原来我不懂啊 老公 你看 我们的儿子怎么硬 你看我们两个儿子 他们是睡觉了 哪里是你儿子 是我们的花童 哈 我们的儿子 不知道吗 妈 你这种女儿啊 还真的是的 还指你赖脸 哎 我告诉她 哎呦 不 我告诉她 刚刚就是她把妈妈给误晕了 哎呀 你这个还跑 哎 你还想动手啊 刚刚啊 我跑得快点 把她抓住了 他们就不会回去举报了 现在还说什么说 都怪你的 不快点来 帮忙 把我两个儿子 抓进哪里 抓回家 抓我们的儿子 没有 我们今天结婚 就是想请他们两个 帮忙 做一下花童 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我做完花童 就送回来给你们了 你们就不要再调骗了 刚刚已经把我给骗了 你们现在在想骗了我们了 没门跟你们说 像你们这也 专门 用这种美人剂来骗取别人 看一下这个手机 哎 拿我手机干嘛 打开 哎呀 干什么啊 哎呀 还打 哎呀 老婆你看看 哎呀 金三角楼板啊 不行 快好啊 快想跑啊 哎呀 看一下这个短信 哎呀 抓进你看 卖信官啊 哎呀 你个王八蛋 快到我 快到我 快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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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两巴掌就行了 哎呀 儿子 哎呀 儿子 哎呀 儿子 还要你没事啊 还要跟雷妈妈这里 哎呀 你看 哎呀 那快要有没有对你们做什么 哎呀 还有没有做什么啊 哎呀 如果 有没有打到你们 没有 哎呀 还有没打到我儿子 不用 哎呀 不用你啊 跟你说 我怎么会爽的打他呢 如果打伤了 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哎呀 子到底 还是 不跟你们 废话那么多 像你们这样啊 必要把你们抓去 警察进里面去 保安 快点 好 别人抓一个 保安 快点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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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两个弟弟的脚步回来了 要不然了 我真的是 我要保安 以后 保安 请你到晚又止 再带你弟弟出去玩 听到没有 我知道错了吗 真的是 怎么当姐姐的 我也不知道 在自己村 能遇到原贩子 快点 对不起啊 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下雨天路啊 不小心摔了一下 哎呦好痛啊 哎呀碰到我们的车了 你干嘛呢 你啊 没碰到啊 那你怎么怎么弄车的 车什么东西 这个坡有点抖 要下雨天滑啊 我帮你啊 我帮我帮 不用你帮 哎真的是 往这边啊 哎 快快快 哎怎么 干嘛推人家的车 你怎么帮到忙啊你 今天你结婚啊 他来挡着我们去路 会去呀 人家女孩子不容易 拉个柴 是不是 要叫他让开一下就可以了 他又不是你老婆 你心疼他干嘛 滚 把他给我滚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都说下雨天路很滑了 这个坡要抖 那我把柴 推开 你们就可以过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财 推到那边去呢 今天我们结婚了 遇到你这种啊 倒霉啊 晦气啊 我都不叫你 向我们陪你道歉 你算好了跟你说 那我确实是挡到你们了 我道歉 对不起 那你把我的财 推到那边 麻烦你也推过来 我帮你拿 哎 要拿到自己拿 哎 不管我们事 走 哎呀 人家都道歉了 你把人家财弄过来 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就是啊 这种臭女人 你理他那么多干嘛的啊 又不是你老婆 你真的是了你 怎么臭女人 你嘴巴放干凉一点 毕竟这是人家的村 万一他叫人过来 我们吃不了豆子走 你还别小看他啊 个子有点小 他的脾气还挺冲的啊 敢对我冲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今天你知道我们跟谁结婚吗 跟村长的妹结婚呢 哎呀 村长的妹了不起啊 我跟你讲 我就是村长的妹 哎 取的是哪个村长啊 哎呀 你都不杀胖料 叫做镜子 你是村长的妹 啊 居然敢冒充村长的妹 啊 你真的太大胆了 跟你说 吃了豹子胆了你 我看你才是吃了豹子胆了吧 这么对我说话 对你这样说话怎么了 哎呦 对你这样说话怎么了 行啦 不要冲动嘛 你把人家财弄起来就行了 直接过去等下及时都过了 是啊 半个小时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哎 算了算了 你们别动作 要弄才自己弄 走 我们走 你不弄过来 我就不让你走 反正我又不赶时间 让不让 不要 让不让 行了行了 别动手 平时也就算了 现在你弟的结婚的大喜日子啊 你怎么还是那么 冲动了你 都说了 今天结婚更加不能让他在这里造次了 再说了啊 娶的是村长的女啊 怎么呀 不能够让他在这里啊 无作非为 他居然还敢冒充了啊 太大胆了 就女人了 我看啊 啊 不打他一顿 他不识趣 啊 哎 哎 你怎么还打人呢 你呢 哎呀 你把 把人家吓到了 你打我了 今天说什么 我都不要你 必须要给我 道歉 我 我这样干嘛 我就 撵过去 走 站住 哎呀 哎 哎 哎 哥 把那个产 拉过来吧 不让我 讲他 他真的叫 村里的人出来 我们真的逛不去了 你还知道 我是你哥啊 敢这样对我说话 那不是嘛 把他挪开 弄到那边去 你以为 你以为是什么东西啊 不要 出手 过 过去 我不 走开 听到没有 你先要一下吧 真的是的 不道歉 我就不要 我跟你讲 道歉一下 歉就可以过去了 你何必那么多事情呢 不要以为你结婚就了不起 谁没结过婚呢 我跟你说啊 我的字典里面 从来没有过 道歉这两个字 我还不知道 道歉这两个字怎么写呢 走 哎哎 干嘛 哎 干嘛 别动 行了 别冲动了你 你干嘛啊你 哥你绑人家干嘛 你算了吧 不要动 救命啊 有没有人啊 等下你 悲理啊 想过都过不了了 我跟你说 我绑救他了 我还能过不了 你看看你干什么是这样子的 我帮你解开吧 哎 解开吗 解开 救命啊 上朝听到没讲你们 还知道我是你哥吗 没有我 你什么都不是 哎呀 救命啊 哎呀 妹 怎么你喊救命啊 让他解你怎么在这里啊 哎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村长你来啊 新娘瓜 什么 大猪哥 谁绑他的啊 我绑的 就是这个人绑我的 还敢动手是吗 你只说你有这个妹 我两个妹啊 他在外国 所以说你们不知道 今天啊 大猪不是跟我小小妹结婚吗 所以他彻底从外国回来啊 你居然 你看 刚刚下雨天啊 没有柴火 他还去帮忙拉柴了 你看 好了吗 哎呀 村长啊 真的是大水冲浪浪王庙 自家人不识自家人 哎呀 哎呀搞得我啊 算了算了啊 都想换衣服了 听到伤心我就跑出来了 哎呀 对呀 老远又听到我妹在这里喊救命 你记不记得 我以为你们刚刚到村口了 马上到了 才是在那里 在半路遇上这种事情 哎呀 谁知道他让你妹啊 既然都是自家人 那就算了 哎呀 哎呀 走回去 我跟你说 我刚刚推起来 不小心摔倒在这里的 这个人呢 二话不说 把我裁出在这里 还打我呢 打我 就说你还把我绑在这里 一点人品数据都没有 你看 替人家结婚的路上 替人家村还这样做 大炮啊 他是你哥 你干嘛不劝一下呢 哎呀 我难都难不住啊 我怎么劝呢 村长啊 都说了都是自家人 差不多就行了 走了 我们回去结婚 哎呀 你把我妹绑在这里 这就算了 倒一下欠嘛 大哥倒一下欠嘛 毕竟是你的脖子 倒什么欠呢 是他做了些不断 我叫他让开他 死我不肯呀 而且你看今天 结婚了 结婚他弄个财在这里 啊 翻车了 翻车就意味着 哎 你看结婚有什么好照顾呢 雨天路滑 人家也不小心 妹你跟人家道歉了没有 我道歉了 你看 现在你看 小妹啊 你看 我跟他们扎 这种人品的 我看你也没必要 扎到他们家去了 扎到他们家 你看 你嫁了个老公 都是听他大哥的 你看 以后嫁进去啊 不知道他们大哥怎么为难你呢 哎呀 村长啊 他哥是他哥 他是他 以后他们两个结婚了 也不住在一起的 是啊 大舅舅 你别这样行不行 哎 你们别住上 你看 哎 抱鼻气来了 能嫁到我们家 算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还现在不想嫁 我们还不想娶了呢 大把女人用了条件 娶你们这种香巴佬呢 要不是我弟呀 啊 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求我 我才不同意他 娶你们家这个烂女儿呢 哎 你看 你怎么这样子 这种话 还当着我 妹的妹还骂我妹呀 骑死大友啊 倩倩不能嫁 亲爱的 到底你结婚还是你大哥结婚呢 我结婚呢 那你说我句话啊 说什么说 大哥 道歉吧 毕竟今天是我结婚 不是你结婚 你现在 快要把我的婚子脚黄了 你未来一个女人这样对对你大哥说话 哎 还把我有没有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 都说了我们家大把钱 我们家还缺女人吗 走跟我去家里面 给你介绍三五个 哎呀 大舅哥 这样行不行 你怕怕你妹嫁到我家不好 这样我到时候结婚 之后 我把它接到广东上面 我们住房住 这样行不行 看我不放心 嫁到你们家 你看你们是一家人了 逼你 你肯定是听你大哥了 买这弯 白金了 这种人了 不配 是啊 给我给我 没人比 没数字的 我跟你说 这五五不结了 把你的这个拿回去 而且我也不需要你们的道歉 以后啊 像你们这种这多张啊 比你有钱的人多的是啊 你要出到外面 只想你会传惑你这种大哥 来走 帮你他 哎 大舅哥 和白 你帮你 怎么好 你等一下我们还不想娶呢 吼你妹啊 你还好怎么好啊 你自己有老婆了 你也不想想你对啊 都说我们在缺女人吗 真的是啊 你一天到晚就冲着自己家里 有一点点凑钱 你就那么的冲动 是不是啊 三方五四叫你道歉 你不道 而且啊 叫你不要冲动啊 你还这样子啊 哎呀 现在好了 婚姿都被你搅还 你开心了是吧 明明一句道歉 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你非要搞那么多事情出来 你以为有人有点凑钱 就了不起了啊 你出到你出到外面了 比你有钱的人大法多 好说你我忍不愧然啊 咬你这种大哥 就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告诉你啊 哎 以后啊 我没有你这个大哥 你这个车啊 你自己开回去吧 哎 大哥的话你都不听了 你真的是为了一个女人 弄了兄弟反目成交 值得吗 你活该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我也不跟你过了 你这种人啊 我出去啊 爷爷大家走在后背 指着我骂我呢 马上回去离婚走 哎 哎 走